今天挑战逛吃南宁两个热门夜市 看看一百块能吃到什么好吃的 我觉得它已经超过了肠粉在我心中的地位 它真的很好吃 哇 好满的馅 六块 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 吃到底下还是这么多 哈喽 我孙孙来南宁好几天了 这边的夜生活真的很丰富 今天我打算花一百元带你们逛遍南宁热门的夜市 看看我都能挖到哪些好吃的 走吧 首先是最热门的浪溪夜市 来浪溪夜市认准时间哦 这条夜市真的是深不见底啊 它是分左右两边 来之前已经做了很多功课了 但是我还是会被这里的摊子弄得眼花缭乱 什么都想吃耶 排队超火爆的肉夹馍 标配六块钱 顶配十块钱 这里的夜市真的超级多摊子的 预知己今天没开门 现甩的印度飞饼 这是玉米饼 居然还有蝉咏 各种小虫子 还有蝎子 这个好搞笑的味道叫土狗 老板那个土狗是什么 田里面挖泥的那个 田里面挖泥 还有两个田里很硬的 哦 这蜜枝烧烤看着好香呀 长得像叶子 可以 可以趴一下吗 可以 趴两下都可以 说起来是什么味道的呀 这个线里线的味道 哦 里面是有线的 对 好 能拿一份 我亲称 你就念念不 生意兴隆老板 你尝尝 我现在尝吗 对 我现在尝一下 好 现在尝一下 看能不能撒 我喂了一些 像薯片一样脆 对啊 是吧 嗯 嗯 它是油炸的 然后里面有加一些肉 刚刚在老板的强烈建议下 买完赶紧吃的一个 吃起来就是像那种薯片一样的口感 现在放着稍微有点反油 它这里面是肉酵 起来是带一点点叶子的清香 还挺好吃的 哇 我的手机这么快就充满电了 分享一个好东西 这个充电宝是我前段时间在淘宝入手的 出门在外的宝宝应该都有所体验 手机没电找不到充电宝的时候 真的只能干朝局 安特这个充电宝体积小 但容量大 充电 充电器 充电线三合一 放在包里也不中 小米14新款上市 用的是高通的第三代加龙8 高速闪拍都不带怕的 以后拍特写就更加诱人啦 对了 我最近沉迷追剧 还入了一个几米投影仪 小小的一个很方便移动 画面投出来很清晰 这个暑假我就打算过在家里沉浸式追剧 这些都是我在淘宝入的 购买方便 价格划算 大家可以放心冲冲冲 点击评论区链接 就能get我的同款好物 还有很多的酒酿 看烤小豆腐 是不是每个夜市都有烤鸡 夜市有凉茶 这夜市的里边是菜市场 这大肉煎饼 鱼 各种的卤鸭货 拿果花 每天要拿个冲鸡小 冲鸡虾 好多人排队的牛杂 这里的章鱼小丸子里面还会加蒜油 还有糖六八八 还有这种糕点摊 好漂亮啊 一个一个水晶晶的 哇 这家店 哇 这也太炸裂了吧 路边摊 我第一次看到有面包的 这是欧包是吗 对 这是欧包 哇 好满的线 这两个都是10块钱 这一个15块钱 这个多少钱 6块 拿一个这个 真的能想象夜市里面居然有卖欧包的 这个欧包是15块钱 超级大一个 很沉的 像一个地带一样 它的外皮摸起来有点像那种老式面包 里面是咸蛋黄 芋泥和肉松 这回真的是要大吃一口了 它这肉松应该就是买的那种现成品 咸蛋黄咸咸咸沙沙沙的很香 看这包大多的馅料 完全都不像那吃面包 它这紫薯泥是能够吃到紫薯颗粒的 我买的这个它已经是顶配了 它们其他款都是10块钱 来南宁都不忘了我的本命 肉松香参包 这个是6块钱 很乘一个呢 哇 自死量的这样多多 它们那样面包体很软很软 像鸡精那种蛋糕体一样的口感了 吃下去是弹弹的 会不会有人说我来南宁 为什么还要买面包 对我来说 在别的城市看到这种精确的东西 也算是一种新鲜感 6块钱最值钱的就是最短边的肉松 那我们下一家店见 哇 还有生滚粥 鲜鲜鲜鱼 火酱烧烤 这样烤鸭腿也太多人了吧 大糖卷筒粉 都盘包姜了 这老有鲜的一个玉米肉的 大糖卷筒粉 这家店是有座位吃的 我点了两条 它们在上面淋上那个特别的黄皮酱 还有花生肉 加上这样子之后 它这个卷筒粉的值 就会变得那种绵绵糊糊的 这一根应该是老有馅的 黄皮酱是这种酸甜口的 里面超重的老有味 还有那个粉皮 很弱 超好吃 有那种淡淡的米香 一定要加黄皮酱还有花生碎 这老有馅是多到可以用勺子吃的 咱来尝一下玉米的这边 玉米这边也是点的人很多 玉米酱和老有馅完全不一样 玉米酱很甜 我个人更推荐老有的 太特别了 来南宁这几天 感觉身上都是一股老有味 紫苏大鸭腿 紫苏大鸭腿 我看它在上面裹了超级多的蜜糖的 看着蜜浓厚的程度 它表层就是会撒上一些紫苏还有香料 它外面是保留了一层鸭皮 然后那个鸭皮炸的焦焦的 还会爆油 里面的肉也蛮嫩的 它是那种超甜口 有点类似于那种蜜糖烧烤 我很爱甜口 所以我觉得它好好吃 我突然间觉得 江浙库的人应该很适合这里 来看一下这10块钱一个的肉夹馍 肥瘦两餐 看这肉量 总的那种什么叫空口吃肉的快乐 它虽然被汤汁焖久了 但它的表皮还是有一点脆脆的 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 吃到底下还是这么多 真正全是了 皮超薄 肉超多 这是在鸭腿旁边买的冰豆花 微微的甜 很冰凉 10块钱一堆的五子葡萄 跟着我的步伐来到下一个夜市 这里就是见证夜市 它的道路要比浪西夜市要大很多 逛起来更舒服 蒸海鲜 路边也有一些水果摊 这里的阳光玫瑰7块8一斤 老挝冰咖啡 好多颜色的糯米饭 还有螺蛳粉摊 现挑的海鲜 哇 哇 这个炸串摊是真的很炸裂 天哪 深夜的豆浆油条摊 这个见证夜市还有一些可以做的夜宵摊 像是一个城中村 仿佛穿越到了广东 10块3个 牛杂滩 葛师傅越南水果摊 听说这家是老店 我想点一个招牌水果摊 好在这里吃 葛师傅水果摊它是属于越式糖水 点睛之笔就是最后这一个超级浓稠 而且会拉丝的玉米糊 它上面会加椰子丝 很神奇的口感很好吃 底下就是一些水果摊 它家的水果摊水果都很新鲜 我觉得是蛮值得尝试的 而且分店很多 不一定要在镇建路夜市这里吃 肥糯糯 我要吃他们家的鸭腿 这里还有两家很火的卷头粉 一家是干加老牌 一家是古迹 古迹没有过多的口味 只有素和肉两拼 古迹的 他们家选择种类会少很多 我加了番茄酱 它会更酸 我觉得它已经超过了肠粉 在我心中的地位 它真的很好吃 我个人觉得大糖他们家的酱料 要更加的香 大糖的卷头粉它的断口性很好 古迹的这个就是会更有韧劲 更Q弹 自己带了勺子 这个是肥诺诺家的烤鸭腿 这个是肥诺诺家的烤鸭腿 但是它和月翔满最大区别就是 月翔满的鸭腿上面会撒上很多的紫酥和一些辣椒干粉 它家这个就是蜜辣纯香口 如果你们是喜欢吃那种蜜糖烧烤啊 这个你们绝对爱 它这里看它腿的肉边边烤的有点微微的干焦干焦的 你咀嚼下去的每一口都有那个甜甜的蜜汁 它上面有撒一些紫然粉 还有辣椒粉 甜蜜的同时又带一点点烧烤风味 它家腿子比浪西夜市还要再贵一块钱 这个是十块钱一袋 擦一下不干不净吃了没定 很甜 它是让我尝过了才买的 好了两个夜市吃下来 我个人整体是会更推荐浪西夜市 因为它那边选择种类更多 一次性能够吃到更多的美食 唯一我觉得不太好 就是它那个道路不要拥挤 人多的时候体验感非常不好 见证夜市如果你们有时间也可以过来 我觉得那个糖水是值得一试的 不过不一定要来这个夜市吃 因为那糖水它有很多分店 大家就斟酌的去选择一下吧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夜市之旅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